在上个月我刚完成可汉学院555道题 而且每一题都达到一个精手的程度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 那我这550道题其实做完真的花了不少时间 这是我的学习历程 当然算起来可能大概也有50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一下这可汉学院的题目 那我做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的感触 就是说觉得它知道平良事上设计的非常好 就是说做达的方式非常的多元化 然后整个很多的概念 那如果要把它导入到教学方面呢 我们有一点要先很清楚的 它这个题目的定位是什么 那它不是什么 这点要想清楚才能够它变成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去使用这工具 那如果想不清楚就变成被工具使用 那你就觉得这个东西绑手绑脚缺东缺西 那就完全不配了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可汉学院题库的定位应该是怎样 那我个人认为呢 可汉学院的题库的定位就是说 基本能力的检验 尤其我强调在这检验这两个字 它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考试一样 它传统考试好像就是要给 学生应该要排名 这学生表现好跟表现不好 那就像我们以前的基测 基测其实它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基本能力的测验 基本能力没有过怎么办 那就重新再来做一次 可是基测现在的后来就变成 它又变成是一个入学的一个平能标准 那这样子其实就把基测搞得是四不孝 所以你要在做可汉学院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 它并不是一个平能的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基本能力的检验 就是说它一定要让学生 就是要通过这个东西 表示这个东西 这单元它才可以合格 所以它的对象是什么 对象就是所有的学生 所有学生一定都要通过这种基本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基本能力是会很 环环向扣着扣着之后的学习 如果你这边的单元学习不好 那你后面的学习 事实上就会完全的停摆 那你一个会一个会扣着一个 你后面完全都不用学 所以基本能力的每个单元的要求 一定都要非常的清楚的学习 那传统教学里面当然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让就是让大 就是老师配合大家的时间 等大家都学完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汉学院 他想要强到一个线上教学的好处 你学生如果没有学完 你就在家再多学一下 那一定要通通过 才能够到下个单元 那所以可汉学院里面 他觉得怎样才要通过一个基本能力呢 他觉得要非常的经手 就是每个单元一定 这种基本能力的要求 就是要经手 那怎样是经手呢 是要做每个人都要做个500题呢 还是做个100题呢 那这个题数到底是多少 做多少练习题才叫经手 那可汉学院他采用了一个 非常弹性的做法 就是说他是个差异性的练习量 有一些人他可能做个5题就会 你自作的教育做100题就很烦 那有些人可能做个20题 那感觉还是没出来 错误率还是很多 那就要继续的去练习 所以这种差异性的练习量 也是传统教学里面 他没办法达到的事情 那这边透过一个电脑的概念 这个电脑辅助测验的概念 他就可以达到这边的 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每个学生他做的练习量 其实都可以是不一样的 就做到连续队伍题就完成 而且他这边的设计 其实也是有阶段性的 你可能今天凭着短期记忆 连续做队伍题 所以他可能隔一段时间 又会把过去的题目 再拿来给你检验 你过了过一段时间 你还会表示你真的有懂 那再过一段时间又来检验一次 所以一个概念 他大概就会检验了四次 你要连续通过这四次检验 那才会到一个精熟的程度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什么是可汉学院 这边所强调的基本能力